微解封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放松 并不是叫你报复性的 把之前没完的都玩回来 小心很容易造成死亡意外 三名桃源大学生 16号相约骑车到新竹县五峰香去玩水 其中一名彭信男子 跳了水之后人失踪了 朋友赶紧报警处理 现场溪流非常的湍急 岸边搜救队员冒险搜救 16号中午中午 接近中午的时候 有人就开始说失踪了 消防局立刻派遣了21个人去搜救 不幸的是这名男子 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虽然疫情稍微解封 不过新竹各地的水域 还是没有开放 民众自己闯进去 不但是违法之外 也把自己置身在危险当中 而这个微解封 也让毒贩是蠢蠢欲动 桃源在网路上面 就有人发现了 有毒贩要贩毒的消息 警方一发现之后 锁定了这名王姓男子 路上立刻拦截 查获了70包的毒咖啡 同时在发他的后车厢的时候 发现奇怪了 怎么会有大把的鲜花跟气球呢 原来这名毒贩正准备 要去跟女子告白 闪亮的灯泡挂满后车厢 粉色的气球一开门就倾斜而出 美丽的花束配上情话 谁都没想到这样浪漫的车上 竟搜查出巨量毒品 还有没有其他的 一大袋毒咖啡被警方查获 仔细一算数量竟多达70包 日前警方在网路上 发现贩卖毒品的消息 巡线追查后锁定王姓男子 并成功从车上收出毒品 打开后车厢意外发现 原来嫌犯正准备告白 就算被带 毒贩依旧小心翼翼 将精心布置的惊喜收好 告白计划就此跑堂 嫌犯心情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 疫情关在家许多人们的发慌 毒贩看准这点在网路上都受毒品 如今告白不成还落入罚网 在奥会也来不及 记者刘志展谢淑雅桃源报导 真的是很不浪漫的浪漫 告白气球失败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学 另外再来看到9号凌晨2点多 高雄有一名小偷 趁着被害人跑到家里的后门 撬开机车坐垫 把女儿准备要给爸爸住院的急救钱 15万元全部偷走 15万块当中他有一半的钱拿去喝酒了 在6天之后警方终于抓到人 凌晨2点多男子捏手捏脚 随机找了一部自动下手 这一番不得了 车厢包包里竟然有白花花钞票 主意数总共15万元 通通停走 原来他早就在外守住带兔 被害人把车停在家门口 待到时机立刻敲开机车后车厢 拿走15万现金 再小心翼翼把包包放回去 装没事离开现场 7月9号接过到民众报案 因为是该民众他们家里所需要的医疗费用 立即调阅监视器 因为就发生在9号凌晨2点多 高雄立得街这个路口 被害人隔天发现放在后车厢里头的现金 不翼而飞好心急 因为这些钱好不容易才筹来要付家人医药费 赶紧报警 那该民性嫌犯 因为平常无业居住定所 15号 百货该民嫌犯 起货彰还 8万6千9百元 这件实在很腰 15连救命钱都偷 还把一半的钱拿去花天酒地 原来他早就有钱喝 左心警方在6天后顺利将人带到 记者蔡荣去马家瑜高雄报道 可以出门了 但是出门的时候呢 心要收一点要仔细一点 高雄就有一名女子跟她的朋友呢 去骑车环岛 就在经过新北市共辽区台二线的时候呢 是不偏不倚往马路中线跑去 就不小心跟对象的垃圾车擦撞 女子头部呢疑似撞到了垃圾车的车斗之后呢 重摔在地 送一后伤重不治 一辆机车偏向中线 突然间插撞对象垃圾车 骑士重摔倒地 横躺在双方线上 再看一次画面 电动机车的女骑士在台二线 从宜兰往基隆方向骑 但却突然偏移中线 随后插撞对象垃圾车 头部一次撞到车辆后抖 女骑士当场倒地不起 事情发生在新北市台二线上 来自高雄的女骑士 与友人相约环岛 但在16号中午时 经过这个路段 插撞垃圾车后抖 尽管垃圾车驾驶事故发生后 跪地祈求他能平安脱险 但最后还是松衣不治 警方在这边呼吁民众行驶道路 应神神注意前方车况 减速慢行 过弯的时候 不应该任意超越跨越双方线 以避免发生意外 而围解封北一路上出油也车多 新北市石定区北一路17.3K处 17号早上8点多 一辆白车跨越中线过弯后 刹车不急直接撞上山壁 后方机车赶紧停下查看 白车插撞三臂后侧翻 横躺在北一路上 还有驾驶只有手臂骨折及擦伤 送医治疗观察 两起事故都疑似 因为车速过快而造成意外 围解封后路上车辆变多 出油时更是要当心行车安全 别因贪快而造成遗憾 记者新北综合报导 南部的庙宇也可以拜拜 在高雄第一间开放 可以拜拜的是 五甲龙成功 一大早就有信徒 带着鲜花素果去拜拜 但是庙方说 原本想申请的是100人 同一时间可以100人 不过市府说不行 这样人太多了 所以要求上线只可以有60人 除了基本的防疫程序之外 还要发号码牌才行 另外在台南则是有四间的公庙 还有一间的教会 他们提出来的防疫计划 也都获得了允许 可以让民众去拜拜求心安 终于能够见庙拜拜 一早不少民众来到高雄 第一间开的五甲龙成功 换上人数限制的号码牌 有人开心自拍起来 他说这一刻距离两个多月 太值得纪念 今天要抢到第一个 七点半就来盘 我觉得很了不起 开高雄首例 真的是解封了 我很高兴 然后我贴了两张邮箱 真的不一样 很感动就快要留下 我们本来是 以前说100以来 结果是 不能超过60人 比较空旷一点 光是单一楼层就有500坪 龙成功除了喷酒精良体温 还要签名挂上号码牌 只限60个人 庙方也把柜店收到剩6个 保持三公尺距离 不给直角跟抽签 同样开放入庙的 还有台南归人区的人寿宫 看了保生大地很高兴 你当然有精神寄托啊 亲切感觉很好 现在做这些店 不能超级的这些店 店就还要玩 三级疫情警戒到7月26号 台南目前有归人仁寿宫 西港清安宫 盐水五庙 新化保生大地庙 和基督教台南圣教会 总共四庙一教会申请获准 让民众可以进去拜拜 以线上直播为主 因为我们的专门大概就一年千位 教会考量人数以直播为主 台南大多数庙宇 还是维持不开放 为解封让庙门开了 拉近民众跟神明距离 也考验民众的防疫观念 记得来关张里 一切零支会 台南高雄 综合报道